中文字幕志愿者 直接打背后 上港的海港的这个 沐一找罗贝斯 进去正面 多人的防守 沐一转过身来 起脚打猫 王申超在右 李文均在左上 在中场 他又能够形成 四个中场 甚至六个中场 然后他又再往这打 进步三区 又能形成双边 两个边风 但是曹永庆 今年刚过 这个U23这个年龄 看看 能塞进去 谭龙往别路转 这边机会出来了 埃里克打猫 埃里克这球犹豫了 左脚球员打右路 他一定得是 调整两下之后 好的 反向拿球点深 这招什么还有威胁的 感觉包括他自己 对于整个后防线上的这种领袖一样的把握 这个球打在球上的衡量上 然后接下来再打一下 还没有出危险区 好 可雷 外文再打一脚远射 这球弹地之后直接出了底线 这球有点抽筋错输的感觉 但是这条运气不错 第一下抽筋错输的 衡量出来 再补的时候 严谨林要把球给打了出来 再看啊 这个本身在中路呢 就是一个投球接力 你那边比较空 他自己要走 原来一脚 再打一脚远射 再传啊 现在中药尔 可以打门了 外围直进一脚远射 看来中药尔和埃里克 边路王晨超 往中间给 洛佩斯 好球 现在给过了M1 可以起脚了 没有打 再往边路转 吕文君再推点球点附近 这难道是要把球传进球门里吗 边路的进攻配合了 李扬 横传球给进去 投球攻击 非常有威胁的投球攻击啊 比赛打过了30分钟 利用脚球之后的二次进攻 上海上岗队完成了一次 有进攻威胁的射门 优势过顶的长传 有了 投球攻击 打门 没有 不过境界 没有 没有 这球打在边网上 上半场 不知 居然想到的边网上 这并没有犯规 这并没有犯规 看有没有反地点 奥斯卡的打门 实大力尘 而且还奔向了球门的一个死角 石小天的反应也非常的快 几乎就是球到人的 再补一脚解围 哎呦 单打了 奥斯卡 奥斯卡从 优格雅康的脚下 断下的球 向前 已经形成了一个三打四的局面 纸C球 给到了阿诺托伊奇的脚下 一对二 角度太小了 木一的这种风格 原来也在英超踢球的 也是澳大利亚中场的 伊丁纳克 这其实和他有很多 一举同工的地方 长传球往远顿打 不能坐一下 中尿尔 第一时间没选择回座 这回再坐回去 打完了 宇文君传中球给进去 想在暗闹直前 亚太队的防守球员 把这球破坏出来 外围再打 木一往边路转 奥斯卡 飞着你了 这球有机会打门 这点不错 哎呦呦 这运气啊 这办法 运气 但是你这会儿出现了丢球 那就是足球场上 最常出现的那句解说词 留给某某队的时间不多了 小心 这奥斯卡贼管 前场行出了 局部范围内的一多打扫 奥斯卡最后的打猛 这球放了高射炮 这个是比赛的最后时刻 三分钟的伤定不时 罗佩斯突入锦区 闪开拱当 打猛 有威胁 应该是个脚球 抬出来了 往边路转 李昂到三角的回传 选择更稳妥的打法 罗佩斯给门前 投球攻猛 李昇龙这球有机会啊 莱柯也是以手抱头 这个落点送的已经很精准了 但只可惜与进球就差了那么一点点的距离 这一点点就是运气 就是两分啊 本场比赛结束 最终上海海港和长出亚太 是打成了一个0比0的平局 双方在这场比赛当中 其实给大家贡献了很精彩的比赛内容 给大家看